国大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遗忘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拉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连成 考拉FM的朋友大家好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聊一聊跟书有关的东西吧 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带上床 而不会让你觉得有不道德感的 只有两样东西 书和妻子 不过现在呢 可能这句话已经不合时宜了 现在唯一可以被我们带上床 而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应该只有两样东西 手机和妻子 甚至连妻子都没了 是手机和手机 那么关于书呢 我还喜欢我的好朋友 博尔赫斯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有天堂 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 那么为了向他致敬呢 我也补充了一句话 人世间能够抵挡坟墓的 只有图书馆 我喜欢天堂 害怕坟墓 所以呢 我把家装成了小图书馆 我现在有17000册长书 从入户花园 到客厅 到卧室 再到我的两个书房 那么全是书 我自己的个人长书呢 是从大学开始 从1995年的夏天开始 而我最初的长书呢 大部分是不光彩来的 是偷来的 当时去图书馆偷书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把书偷偷地夹在肚子里 然后假装就像是 得了扇气一样 把两条腿分着走 不过呢 1995年 图书馆已经有了防盗装置 用这种得扇气的这种方式 偷书很容易落马 然后又有更聪明一点点的人呢 他有什么方式呢 他偷偷地将书里面的 金属条 金属感应条 与条曲码撕掉 然后再装在肚子里 这样呢 落马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规模也太小了 每一次偷书呢 最多是这个 一到两本 最多三本 而我偷书呢 当然就比他们要 稍微的高大三文一点 当时我在图书馆的二楼传 我发现一个披静无人的地方 那么那个窗户呢 似乎有松动 当年的图书馆的窗户 都是不能打开的 而我发现 有一个窗户的螺丝 有一点松 我就取取来了工具 然后偷偷地将来松的螺丝拧掉 然后支支压压地 就可以把虫推开 推开一看 那个是图书馆的后面 是一个草地 把润物细无声 摸东西也细无声的 一个棉厚的草地 从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从二楼 将我想要偷的一堆书 直接从打开的窗户里面 扔到楼下的草地上 然后呢 再剑步如飞地 走出图书馆 跑到图书馆后面 将草地上的书捡回去 我这样大概刚才有六七次吧 成功得手的 至少有五十本书以上 直到有一天 我终于被活捉了 活捉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太骄傲 因为我太炫耀 当时我跟一个 还长得不错的一个姑娘 一块去图书馆借书 为了炫耀我的神偷绝技 我那天超亮啊 平常一般偷个七八本 十来本 人一次就算了 那天我来回搬了好几趟 足足偷了有二三十本书吧 然后这个姑娘看我的眼神呢 当然是非常的敬佩 他觉得这个小伙子 不但有华俐而忧郁的眼神 而且有华俐而超凡的 这个图书技巧 可是今天 这一次 由于我偷的量太大 分了好几次认输 其中有一次认输的过程 正好被楼下一个 在这个上厕所的图书馆里面看见 他正在杀料 然后突然惊奇地发现 从窗户外面掠过一堆书 他揉了眼睛以为自己看花了 那么正要正要走出厕所 忽然发现又掉了第二堆书 这下他就警觉了 于是早上的保安 其他工作人员就埋伏在那个草地上等我 然后我自己就走上了不归路 一去就被活捉了 我被判留下查看 然后还被罚了三百多块钱 三百多块钱当时是一笔巨款哦 当时为了交其罚款 我只好到时候去借钱 1999年 6月 毕业前夕 我最后一次去图书馆 偷书 这一次我只偷了一本 没有什么价值 是本1950年代出版的 艾斯奇的 马列主义ABC一类的书 我偷了之后翻了一下 把他扔了 那么为什么要偷没有价值的书呢 因为我不想再占 公价的便宜 为什么要去偷呢 因为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1999年以后 我再也没有偷过书 那么年纪增长呢 是非心或者道德感 静静抬头 道德感是需要滋养的 而且道德感呢 是需要在实践 需要在行动中培养的 而我不偷书呢 也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 而是因为偷书本来这件事情 是不对的 因为它占用了公共资源 它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 它是不善的 不善的事情就不应该做 不论它应否被惩罚 都不做 那么这所谓是善的本质吧 来自于内心 来自于自律 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 跟法律形成鲜明的对照 法律是律它 道德是自律 当然呢 道德有时候也会表达成一种抵制 对他人的 或对自己行为的抵制 而法律呢 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强制 法律是强制和律它 道德呢 是自律与抵制 我偷书的故事呢 相对于19世纪意大利一个哥们儿 就太大乎见小乎了 小乎见大乎了 这哥们儿呢 是史上第一偷书贼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 甚至可以说是个天才学者 此人叫利百利 1803年 胜于佛罗伦萨 胜于一个贵族世家 他的法律和数学都非常牛 他在20岁就被当时的名牌大学 比萨大学聘为数学教授 那么1830年呢 他为了逃避一个叫烧炭党人的 这个国家主义团体的迫害 迁去的巴黎 不久呢 就顺利成为了法国公民 而且呢 在法国 他深受学术学院的欢迎 也迅速的入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然后在巴黎大学当了科学教授 不过他的兴趣呢 并不仅仅在科学上 他也依重于收藏书籍 而且呢 他还争取到了一个 图书督导委员会的职位 那么这个图书督导委员会呢 主要是督导 欧洲的各公立图书馆 整理其典藏的古今 各种名贵手上的书目 一百利当上这个多岛会 图书馆的多岛委员会秘书之后 就每天穿着大斗篷 自由自在地进出 法国乃至欧洲各地的图书馆 他的学识非常丰富啊 他第一眼就能找出最珍贵的宝藏 他在各地的图书馆偷书 不光是整本整本的偷 有时候呢 也部分部分的偷 其实我觉得部分部分的偷 更没错 也就是将某些书中间 最精华的部分撕下来 然后我呢 把它带走 那么到1846年 他偷书大概已经有十年之后 有人开始指控他偷书 当之前指控他 变得难以置信 一百利 一个天才学者 一个皇家图书馆 多岛委员会的秘书 那么公众形象是很好的 那么怎么会偷书呢 但其实呢 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旧书市场 和账务市场上面 已经颇富盛名 而他卖书还非常有特点 他不但卖书 还会为自己所卖的每一本书 都写上详细的 精彩的书目介绍 我们知道书目 在中国古代很发达 像什么天英格书目 降云龙书目等等 降云龙很好玩的 降云龙是这个 名模清初的一个著名文人 钱钱义的这个藏书楼 钱钱义呢 他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小老婆 叫这个柳如氏 是一代名记 他们自己打情八抄也很有趣 有一次 这个钱钱义就调戏柳如氏说 哎呀 你的皮肤好好哦 好白哦 白的就像我的白头发一样 然后这个柳氏嘛 就回说 老公啊 你的皮肤好黑啊 黑曲曲的 黑的就像我的黑发一样 那么这个钱钱义的 降云楼 在当时也是算这个 首屈一指的这个民间抢藏书楼 可惜呢 后面有一次遭遇巨大的火灾 被焚去了 这个降云楼 这三个字起的就 不太吉利 降云 就是火云啊 火云斜神住的地方 我们不火灾吗 据说当时起火灾的时候 钱钱义就站在楼下垂胸凳竹 看着大火把他的这个宋本原本烧的咔咔作响 他捶着这个 捶着这个胸脯 揪着自己的胡子 然后这个捏着自己的蛋蛋 惨叫说 老天爷啊 你可以烧我楼中书 你不能烧我副中书 哎 这还不算完全吹牛逼 因为钱钱义确实 除了是一个大常住家 还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而且也是个非常好的学者 读书无数 说后来 记得讲这个欧洲史上第一 暴树胜手利百利 到1848年 七月革命爆发了 正好救了他 第二共和国成立 利百利呢 事先得到国警告 就带着妻子逃玩新国 随身携带了18箱 价值25000法郎的章书 18箱啊 每一箱如果装100本 到200本的话 都是几千册 而且这几千册 全是善本 全是稿本 手写本等等 而价值25000法郎 也是一个天价 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 在巴黎的一个普通工人 一天只能够装四法郎 那么由于这个利百利 在学界 在艺术界 乃至在政治界 都有很多人脉 他被指控之后呢 有很多帮他说话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现在我们还知道的 这个作家名流 叫梅尼美 就写卡门的 梅尼美呢 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为这个利百利辩护 而这个时候呢 利百利其实已经被判处有罪了 这个梅尼美 为这个好基友 两人插刀 他居然还出版了书 将两个事件的回顾 极力为这个利百利辩解 结果被法院以历史法庭之罪传唤 那么利百利本人呢 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上面 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剥夺了公子 到了这个出狱之后 他很快筋盆洗手 离开了英国 1869年 他默默无闻地死在 意大利的一个小镇索菲尔 那么死的时候呢 穷困潦倒 但是呢 最后他还是报复了指控他的人 利百利去世的那一年 数学家米歇尔沙勒 批捕了他在法拉西学院的这个空缺 而且于是同时呢 米歇尔沙勒买下了利百利的 有亲笔签名的珍贵藏书 那么当时是让世人心献不已 那么这笔藏书里面有凯撒大帝的 有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 有暴君尼路的 有埃及艳透克罗帕特纳的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名流的 巨富的大碗的书信 最后就发现 这一批书和信件全是伪造的 是当时最著名的伪造行家 弗兰卢卡炮制的 而这个幕后的 委托这个弗兰卢卡炮制 假书假信的人呢 正是利百里 他要以此来 报复当年 搞过他的学术件 长书件 艺术件 和政件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个利百里 他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顽皮哦 我们都会认为 只要拥有一本书 我们就拥有了书中的知识 只要我们把它带回家 就好像我们把一个 漂亮的女孩带回家一样 这漂亮的女孩呢 顺服地沿着我们的墙壁站着 我们只要轻轻地去抚摸她 这个姑娘就会心甘情愿 对我们说 来吧 这一切全属于你 就是这样 好像只要把书带回家 那么这个书 就会完完全全地 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让我们充满智慧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拥有一本书 并不代表我们真正拥有的知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我有我个人 三十七年读书生涯的 十条小经验 愿意与朋友们 在世界读书中分享 第一个 读一本书 需要与这本书发生关系 尽量地 如果自己的书啊 图书馆的书不要去发生关系 自己的书 那么可以从勾画 到做笔记 到跟朋友讲述 到最后综合运用写成文章 那么语书发生过关系之后 他会真正地 定在你的生命中 道理很简单 你跟一个女孩子 如果你只是看过他 那么你很可能 很快就淡忘 但是如果你握过 一个女孩子的手 那你一定会记住比较久 如果你稳过他 那你一定会牢牢地记住 如果你还发生过关系 我想你应该会终身记得 如果连发生过关系都不记得 那么恐怕只有 有加藤林老师呢 那么书也是如此 你在书上的勾画 就是与书的握手 你在书上做的每一批 做的笔记 就是与书的亲吻 如果你再写出一篇文章 那就是你跟这本书生的孩子 所以第一条 读一本书 需要与这本书发生关系 第二个 读一本书尽量要读完 因为半途而废 是学者大忌 哪怕是难书 我要读完了之后 看到到底有多难 当然到了我们现在比较经验的这个境地 有些难书 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了 不用去读 因为五生也有牙 字也无牙 难书太难分为了时间 但在我们初学阶段 那么尽量读一本书要读完 而且要知道 那些你翻过一半而没有读完的书 最后都会变成韵味 也你留着心血 长发起药 在午夜来敲你的窗子 第三个 读一本书要学会 从几十本书中读一本书 其实也就是专题读书法 将一本书置于这本书所处于的领域 将这本书处于同样重要 同样优秀的 相关的著作之中去读 举一反反三 左右互搏 专题读书法 读一本书其实是同时读几十本书 第四句话呢 我觉得是 所有的书目都是骗人的 包括宋斯兰老师开出的书目也不例外 因为第五条 只有自己给自己开出的书目才是有用的 一个人应该自己学会给自己开书目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然后出版也这么发达 而且呢 这个 读书资讯也是非常发达的 然后呢 利用自媒体 利用社交媒体 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 再利用搜索引擎 所以我们完全是有能力 自己给自己开书目的 通过实践 通过经验摸索 不要去读他人的书目 不过呢 有些很专业的 或者说很专门的这个书目推荐 比如说 什么这个蒋介石研究啦 毛泽东研究啦 宋世南研究啦 林志玲研究啊 这样的书目 那么呢 可能可以借借一下 但是呢 也不能够尽兴 所以古人说过嘛 尽兴书 目不如无书 对吧 我们可以加一个字 他说进行书不如无书 那么进行书目 不如无书目 好了 第六句话是 不要把生活关进书本 要把书本放入生活 这是我的好朋友 卡夫卡的一句话 但是这应该不是原话了 我记不清楚 因为生活是无限丰富的 无限多才的 如果把生活关进书本 你就完全是一个书呆子 就算是这个 最美的姑娘走到你面前来 你都完全可能完全无事 无法欣赏 也无法接触 无法荡量他的风景 那么我们应该是把书本放入生活 将书本 内化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内化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书本完全与生活脱节 那么这个书本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 第七个 永远不要指望一本书可以改变你的三观 或者一本书让你读到欧洲史啊 什么什么的 你不是读到中国史也不行 第八句话 我们前面其实提到过 书买回来并不是你的 读了 用了才是你的 书买回来完全有可能是废品收购站的 如果你不读的话 如果你不用 第九个 求知欲和幸运 一般是成正比的 所以呢 多读书 可以预防养尾 这个不科学 方舟就不要打我了 但是我自己坚信如此的 反正我现在读书的能力和新能力 好像都还不错哦 最后一条 就是说 我前面的九条 你都可以完全不听 但神经病 但是你自己 应该有自己的读书世界 还是应该多读书 多读好书 我一直相信呢 兴趣和天赋 还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阅读 终将带你一个人 走上美好的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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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